杨菌菌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 我给你几个线索 你一定会恍然大悟 天呐原来是她 她主演过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 西门无恨 她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脚 让楚留香痴迷的张姐姐 楚留香与张姐姐的女儿西门无恨 都是爵士大美女 她在这部剧中过足了 玛丽苏尹 刘德凯和焦恩俊都钟情于她 剧中经典镜头众多 美人出狱和刘德凯鸳鸯戏水 和焦恩俊你浓我浓 是的 她就是一大人心中的噩梦 被戏称为西门大妈的她 和这些超级大帅哥 谈情说爱的戏份 被网友直呼辣眼睛 她是演艺圈唯一一个不靠作品 仅靠颜值 就红了二十年的一个异类 1998年 杨军军接拍了一部电视剧 西门无恨 就是这部剧 让她被娱乐圈铭记了二十年 可是到今天 人们记住的不是剧情 不是演员的演技 不是唯唯动听的主题曲 而是剧中的女主角西门无恨 女主角西门无恨的扮演者 杨军军 她是古龙的挚友 其实在拍摄这部剧之前 她就已经在多部影视作品里 有过演出 1978年 她在电影《折剑传奇》中 饰演张杰杰和张云云 电影《新月传奇》 《桃花传奇》 《楚留香传奇》 《知西门无恨》 《陆小凤传奇》 《知凤舞九天》中 都有她的身影 当然这些影片都未能让她 引起更多关注 后来她投资拍摄的电视剧 《西门无恨》 终于让她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她本人说会拍这部电视剧 是为了完成古龙的遗愿 当年古龙生病住院的时候 她去中华医院看望她 古龙就讲到创作中的遗憾 她的每部小说中 女主角都是点缀 她没有写过 以女主角为主的戏 古龙就很想为她写一部 以女主角为主的戏 其实古龙最开始设定 《西门无恨》是《西门吹雪》的女儿 是杨军军建议把她改为 楚留香的女儿 古龙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只是因为那时古龙的身体 已经很差 根本就没有精力完成这一部作品 因此杨军军就提议自己 来帮她完成这部作品 后来她和丁琴两人商讨 由她负责写剧本 丁琴负责写小说 剧本写好后 她开始筹备拍摄这部剧集 当时这部电视剧 是和中央电视台签署的合拍协议 在中央电视台的影视基地 无锡影视基地拍摄 还去了康熙草原等很多地方取景 财大气粗的杨军军投资了3000万人民币 邀请了众多知名艺人刘德凯 焦恩俊 孙兴等出演这部剧 杨军军在拍摄时不慎受伤 小腿断裂 让本来计划六个月拍完的戏 最终拍了八个月 可是这部倾注了她 大量财力人力心血的电视剧 却槽点满满 命运多舛 首先是回台湾剪辑时 因为遇到台风天气 结果母带被淹 她就只能尽量拷贝 用机器还原颜色 又去到山东等地补拍镜头 后来这部剧集被中央电视台 卖给了腾讯 只是本来54集的电视剧 却变成了29集 2008年前在网上看到的都是盗版 只是看过这部剧集的观众的评价是 和杨军军演完戏后 焦恩俊吐了好心疼和他对戏的男演员 焦恩俊自己接的戏 流着泪也要拍完 看完这部戏后 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 今天看的这部戏 帮你看完后想南门撞墙 北门抛腹 前方高能 史上最强雷剧 强势来袭 让所有网友津津乐道 槽点不断的都是 剧中的女主角的扮演者 杨军军 她在剧中的人设 是让楚刘湘和正男王世子 神魂颠倒的大美女 还有一个英俊的未婚夫 甚至连仇人之子 都被她的美貌所迷惑 总之就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在剧中过足了玛丽苏颖 你会说这样的电视剧不少啊 她为什么会被飞翼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剧中颠倒众生的大美女 长成这个样 而且在剧中 她还有许多和大帅哥 浓情蜜意的镜头 也怪不得网民对她嘴下不留情了 杨军军在剧中的另一个角色 西门无恨 让正男王世子对她情有独钟 宁可和父王断绝关系 也要弃身是匹配的未婚妻 而和西门无恨 双宿双飞 当她深情的凝视着西门无恨时 旁白是 好心疼小李飞刀啊 江恩俊饰演的李循欢 是最经典的版本 顶着最难驾驭的泡面头 也无损她的帅 这部剧中还有知名演员孙兴 她所饰演的杨潇 也是一代经典 李智希饰演西门无恨的未婚夫 她曾在重谣的又播剧《鬼丈夫》中出演男主角 连仇人之子看见西门无恨都情不自禁地说 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子 总之在剧中 人见人爱的西门无恨被剧外的观众批得一无是处 这部剧没有成为经典 倒是杨军军获得了一个西门大妈的称号 毅力影视圈20年至今不倒 杨军军也曾对此做出过回应 从外界一直报道她出生于1933年 演西门无恨时已经60多岁了 但这都是不实新闻 她实际是出生于1961年拍西门无恨时 她只有37岁 但是这样的解释根本就没有用 外界对她的嘲讽一直就没有停过 甚至还有人翻出了她1993年拍摄的电影 《楚留乡传奇》之西门无恨 影片中的男主角也是一代男神孟非 曾在《雪山飞狐》中出演过 《狐飞》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同样的表达了对孟非的同情 对杨军军极端的鄙视 可是所有人都选择性的失明 都忘了她也曾有过明艳照人的时光 看看曾经的杨军军也还是挺美的呀 在多年后的电话采访中 杨军军对于遭受的非议仍然不能释怀 是啊 她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违法乱纪的事 她只不过有那个实力去满足自己的一个梦想 她也有那个魅力成为古龙为数不多的女性友人之一 西门无恨的版权据说就是她用了200瓶 SO从古龙手中买来的 很多人都有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梦想 只不过有人实现了 比如马云 她可以和王妃对唱和李连杰 吴金等众多武术巨星合拍电影 她为什么没有遭受那么难听的评价 而杨军军她就是有一个玛丽苏梦想 并且有能力让众多的男神帮助她实现 让我等平凡人看一看 只要有梦想就有实现的可能 不是挺好的吗 我们真不用把她骂得体无完肤 字幕志愿者 李连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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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